传说这个小镇有一个专偷孩子的夜魔 女人半夜突然惊醒 看到小跑母被捆绑 孩子被一个大傻个给抢走了 女人飞奔着驱追 但最终以体力不支倒下 接着跟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恐怖片高歌夜魔 据说美国每年有八十万几个儿童失踪案 大多数孩子在几天内就能找到 但也有一部分永远失去了踪影 美国华盛顿州的寒颜镇 是一个能源枯竭性小镇 六年前由于矿产资源被掏空 现如今变得死气沉沉 年轻人都背井离乡另谋生路了 剩下一些故土难离的老弱病残 整天浑浑噩噩浑痴疼死 整个小镇破败萧条 再也看不到意思的希望 更严重的是 小镇上出现了一个鬼怪 不断的掠食着小镇上的孩子 女主谁名护士 她那位医生老公多年前去世之后 她成了小镇上唯一一位 能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 李大姐那位未成年的大女儿 产下了一个死生子 而孩子的父亲 居然是李大姐那位亲手老公 这对一贫如洗的李大姐来说 更是雪上加霜 对于那个经常偷孩子的夜魔 人民们的看法也不尽相同 有些人认为哪有什么妖魔鬼怪 全都是人心使得坏 时至今日 丢孩子的案子一个也没破 把探长搞得是焦头乱的 女主来到咖啡馆跟街坊斯林闲聊 这时候刚刚丢了孩子的约翰逊太太 神情恍惚的出来下溜达 女主心生怜悯 端着咖啡来到了约翰逊太太的面前 但对方根本就不领情 转过天 女主来到李大姐家 打算看望一下刚出生的孩子 但李大姐已经把大女儿和孩子 送到了千里之歪的妹妹家 小甜甜是李大姐的小女儿 她对自己这个丑陋破败 毫无希望的家早就厌无头了 为了抗拒这一切 她放弃了用语言与人交流 她想离开这个鬼地方 但是又没那个能力 她向女主展示了自己画的画 证明她曾经确实见过 那个偷孩子的夜魔 女主下班回到家 见到了天真可爱的小状态 要说女主哄孩子那真是有一套 而且还特别的有耐心 晚上哄孩子睡着之后 女主和小保姆喝了点酒 睡得迷迷糊糊的女主 半夜突然被一种声音给醒醒了 她来到楼下 关掉呲哇乱叫的收音机 打开冰箱 突然看到被神捆锁绑的 小保姆正在地上 女主意识到大事不好 急忙往楼上跑 但小正太已经消失不见了 女主返回到楼下 看到一个大高个 抱着小正太刚冲出门外 女主一路狂奔在后面紧追不时 并最终扒上了大卡车 大高个下车查看 女主趁机去救小正太 但最终还是被大高个给做梦圈了 当他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被关在了车厢里边 一条呲牙咧嘴的大狼狗 正虎视眈眈的看着他 不过女主可不是一个 任人宰割的羔羊 脱困之后展开了强有力的反击 双方在混战的过程中 大卡车侧翻在地上 首先从车里钻出来的是小正太 然后是毫发无损的大高个 大高个抱着小正太 向远处走去 而这一幕刚好被经过的 小甜甜看个满眼 此时我们的女主才刚刚从昏迷中醒来 她裹着个破毯子继续寻找孩子 她寻着脚印一路追踪 但最终因体力不知不得不放弃了 女主蹒跚着沿着公路往回走 最后昏倒在了马路中间 幸好探长刚巧路过把女主给救了 探长把女主拉到咖啡馆 咖啡馆老板把女主带到了后面的办公室 女主洗漱完毕之后 突然看到老警长和一个镇民 正在门口争论着什么 似乎有不可告人的事情 女主换好衣服之后 无意中看到桌子上 居然摆放着小正太的照片 她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急忙从后面撒子聊 咖啡馆老板和镇民们果然藏着一幕 他们见女主一直不出来 于是便一窝蜂地冲了进去 这才发现女主早就逃之遥遥 镇民们随即展开了搜索行动 一副不活着女主事不罢休的样子 女主藏在老警长的车里 一路来到了一幢年久失修的大楼 她看到老警长正在跟大楼里的人 聊抓她的事 老警长走了之后 女主潜入到了大楼里 这时候她无意中看到了小正太的身影 她一拳一拐地来到走廊上 小正太再次出现了 并将她引入到了旁边的一个房间 女主刚进屋 就被丢了孩子的约翰逊太太给做梦圈了 原来小正太居然是约翰逊太太丢失的那个儿子 等女主醒来之后 约翰逊太太说出了其中的原因 原来自打儿子丢了之后 约翰逊太太一直没有放弃寻找 这一天晚上她无意中 溜达到了女主家的附近 刚好看到了自己的儿子小正太 约翰逊太太就准备向咖啡店老板寻求帮助 也就是女主递给她咖啡的那天 等女主离开咖啡馆之后 约翰逊太太把自己看到的情况告诉了咖啡馆老板 于是才有了当天晚上 约翰逊太太去女主家抢走孩子的那幕 约翰逊太太逼问女主 把其他的十几个失踪的孩子都弄到哪了 女主只说自己把孩子都给了那个高个子厌魔 但却拒绝透露高个子厌魔的真人身份 要说女主的战斗力那可不是一般的强 居然在这种不利的形势下很快就反杀 小正太一看吓得急忙藏在了过道的暗阁里 这时候小甜甜神奇般的出现了 主动把小正太交给了女主 两人带着孩子仓皇逃窜 很快就回到了女主的家里 女主告诉小保姆他们已经暴露了 这民们很快就杀过来了 他们只能背水一战了 女主让小甜甜赶快回家 但小甜甜坚持不肯回去 他希望女主能把自己推荐给那个高个子厌魔 这时候女主才得知 小甜甜已经偷偷监视她好几个星期了 对她的所作所为是了如之掌 本来女主是有机会逃跑的 但她最终还是选择留下来面对这一切 小保姆意识到这次是再见难逃了 最终以自杀谢罪了 女主的家很快就被愤怒的镇名给包围了 老警长带着女主冲出中围回到了警察局 探长等人对女主家展开了搜查 发现一道门的后门居然是矿井的隧道 刺通八达一直延伸到外面 接下来就到了审问和揭示真相的时间了 过去寒烟镇还兴旺的时候 女主的老公是镇上颇有威望的医生 所有的老百姓都非常的尊敬她 后来寒烟镇萧条了 成了一个毫无希望已经被政府遗弃的小镇 成年人一个个混是等死 孩子们没有学上没有未来 最终的命运也会像他们的父辈那样 在这个僵死的小镇自生自灭 女主无法忍受孩子们正在遭受的生母如此的痛苦 于是便偷走了那些孩子 但是当探长问女主是否杀了那些孩子时 女主则不知可否 约翰逊太太来到牢房 向女主询问自己儿子小正太的下落 这个一贫如洗住在废弃大楼里的女人 正在遭受了痛苦的折磨 她希望女主能把儿子还给自己 但是被女主给拒绝了 约翰逊太太代表所有丢失孩子的父母 向女主发问 想知道孩子们是否都活着 女主很肯定的说 那些孩子已经被她全部给干掉了 尸体被埋在了森林和矿井的隧道里 这是唯一能够解除他们痛苦的办法 小甜甜的家里再次发生了家暴的情况 忍无可忍的她只能用画画来发现了自己的情绪 这时候高个夜魔出现在了她家的附近 小甜甜寻生而去突然就被高个夜魔给活捉了 高个夜魔把小甜甜带到车上 让她藏在了车的后座里 然后将她带离了这个死气沉沉的小镇 这个高个夜魔不是别人 正是女主那位已经死去的老公 寒烟镇没落之后 女主和老公不忍心看着镇上的孩子们成为牺牲品 为了这些孩子们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夫妻俩将这些孩子偷偷的送给了大城市里 那些愿意收养孩子的夫妻 小甜甜发现了女主的行为之后 为了离开她那个腐败的家 主动要求女主也把自己送出去 并最终实现了这个愿望 收养小甜甜的老大妈 给了女主老公一笔钱作为仇谢 但是被女主的老公拒绝了 他们不是人贩子 小保姆已经自杀 女主也将面临着终身监禁 收了钱就是对他们的亵渎 小甜甜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她非常的努力 因为只有这样她才能有一个好的未来 广场上小甜甜看到约翰逊太太的儿子小正太 已经被人成功收养了 这是一部极具争议的影片 探讨了一个严肃的话题 有人可能觉得 女主的行为都够枪比一百回了 但是从孩子的成长方面来看 似乎也不是没有一点积极的意义